剛剛過去的元旦假期 電影片方聯合影院 創新推出了多彩的觀影活動 不論是《一閃一閃亮星星》的 下雪場 還是年會不能停的啤酒場 都讓觀眾儀式感拉滿 但在影院跨年狂歡 也存在著一定的衛生安全隱患 對此消防部門 以及影院都是如何應對的呢 來看今天的獨家調查 電影《一閃一閃亮星星》 自上映以來引發了廣泛討論 主要源於其獨特的下雪場創意 我覺得這個雪下的超級有氛圍 就我感覺還挺浪漫的 下了雪之後 他跟我拿拍立德拍了半天 但是我們做最後一盤 下了點少 也有不少網友表示 體驗感並不好 用電影中的台詞調侃到 張婉森雪崩了 張婉森 你下雪了 除了觀眾所說的衛生問題 下雪場還存在著一定的消防安全隱患 所以在下雪的時間和規模上 不少影院做出了相應的調整 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 儘可能能滿足觀眾對漫天飛雪的期待 片方公佈的是我們執行方式 是用雪罐進行執行 但是通過這個消防部門的 進行指導和一些測試和一些培訓 讓我們認識到了 雪罐裡的一個成分叫乙醇 這個東西是已然一爆物品 所以說我們所有影城又重新發了 另外一個通知 就是雪罐只允許在官方的 它提供的安全的一雪罐才可以 其他客戶是不允許攜帶 任何雪罐進入影廳的 因為這個標準是很難去確定的 為了說讓大家又能玩得開心 那我們想了另一個策略 就是說用下雪機這種方式 一共採用了兩台下雪機 基本上可以達到 200到300平米的這種下雪面積 我們也在影廳裡邊 為大家實景先操作了一下 造雪機它也相用的一個隱患 因為它用的是雪花油的素質 它落在地下之後 就是有一些濕潤和光滑 這樣可能會造成人間滑倒 這種泡沫它還落到人的衣物上 可能還會有一些小許的白點 或一些不予清理的地方 所以說我們建議 就是在我下雪通道區域的人 就是如果建議的話 一定要離開這個區域 如果人不願意離開 我們會給它發一次性的雨衣 做一個適當的保護 暗戀的火苗可以照亮愛情 火災的火苗我們需要及時遏制 在每個影廳裡邊 我們最少佈置了兩名工作人員 加上保潔 第一時間會把它做清理掉 然後防止顧客又滑倒 我們在我們自己的官方渠道上面 包括影城的陣地 還有我們的大屏上面 都做了這些播放 也包括雪花廠的專場吧 我們把這個消防預告片 專門做了一次的滾衝性的播放 就讓每個陸場的觀眾 都提前看到這個消防的告示篇 電影《寧慧不能停》的啤酒廠 同樣存在著一些安全隱患 對此影院方一方面加大了清潔力度 另外也提前準備好了 五酒精的飲料供觀眾選擇 我們增加了這個工作人員上岗的數量 然後對影廳呢 進行一個高頻次的清潔 也進行一個高頻次的巡視 然後呢 就是我們對這個活動場的影廳 進行了全面的隱患排查 包括滅火器 消火栓 還有我們的疏散通道這些消防設施 針對一些特殊人群 像孕婦 未成年或者駕車來觀影的顧客 給他們一個請勿引咎的提示 我們也會提供這種無酒精含量的飲料 也是給顧客一個全面的保障服務吧 為確保影院活動安全進行 影院應與消防 衛生等專業機構緊密合作 進行全面評估和規劃 提前制定明確的安全措施和預案 並按照計劃進行演練 在日常呢 我們消防部門 會定期對電影院進行消防安全檢查 我們的毅然易報的這些危險品 肯定是不能出現在電影院里面 我們屬地的消防隊員會定期上門 給我們的這些電影院的這些工作人員做整體的一個 無論從消防安全理論知識 還是我們實操實訊技能 都進行一個全方位系統的培訓 因為我們的要求標準是 培訓這個見火不慌 抬手救滅的准消防員 我們會有統一的標準 對所有從業人進行考核 元旦當電影的花樣放映活動 讓觀眾耳目一新 專家表示 在創新觀影活動的同時 要加強安全意識 只有片方 影院和觀眾一同努力 才會有越來越多的優質觀影活動 供大家選擇 這種新的嘗試 在滿足安全的情況下 是應該被鼓勵的 從片方來講 在我們策劃的時候 還是需要考慮到影院和觀眾 這個觀影的安全問題 也需要跟影院 進行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溝通 影院本身也是需要 因地質疑去進行一些改進 作為觀眾來講 還是要提升我們的一個觀影的素質 只有多方一起努力 可能我想在今後 會有越來越多的類似的 這樣的一種特殊的場次放映 會走到我們觀眾的身邊